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跑跑圈 2020年前几个月,大家没啥事都在刷电视剧 国产剧也没有什么啥经验之作 真正的巨荒时代 今天就来聊聊近期大伙的两个韩剧明星 玄冰和李仲硕 谁才是2020年韩剧担当 1.玄冰 相信大家认识玄冰主要都是通过四部韩剧 一个是2020年大火的和孙艺珍合作的爱的破将 剧中饰演北朝鲜的军官李正赫 第二部是2010年玄冰和何志愿 引上贤合作的秘密花园 玄冰凭借金珠元一角 获得第47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 电视剧部门最高大赏 第三部是2005年 玄冰与金轩儿 郑立元主演NBC水母剧 《我叫金三顺》 饰演阿曼社长玄政轩一角 第四部是2018年与朴新慧主演玄一剧 《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 玄冰1982年9月25日出生 毕业院校韩国中央大学 公演影像学硕士 是韩剧中学历高 形象硬朗 比较阳光的男演员之一 出演的多部电视剧都获得了很好的收视率 玄冰外形较为阳光帅气 主要是因为玄冰服了兵衣 在2010年秘密花园大火的时候 选择了入伍兵衣 服衣的兵种是海军陆战队 接受了21个月的兵衣 2012年12月6日 玄冰服衣期满 正式退伍 玄冰在服衣期间 获得了海军陆战队的 模范士兵表彰奖 爱的迫降是今年上半年的 韩剧潮流担当 最终的玄冰已经退去了 原有的青涩 演技和气质也更上一层楼 尤其受女粉丝的热捧 不过让广大女粉丝失望的是 玄冰不是你家的老公 是孙艺珍的男友 当然前女友是宋慧桥 前不久 玄冰和孙艺珍被拍到 同逛超市 被网友猜测两人已经恋爱 其实这一切都有迹可循 两人曾经一起合作过电影协商 多次同框非常甜蜜 而玄冰还曾在发布会上遗憾 没有和孙艺珍一起拍摄浪漫戏 在网友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孙艺珍和玄冰状态非常放松 虽然打扮低调 但因为优秀的长相 被网友一言认出 孙艺珍和玄冰不是第一次被拍了 除了这次同框超市之外 1月10号 玄冰和孙艺珍就网友在洛杉矶遇到 但双方的经纪公司却表示 这只是单独出游 不存在共同行程 网友为何如此相信 玄冰和孙艺珍恋爱了呢 其实不单单凭借一张照片就可以断定 他们两人的关系早就有迹可循 去年两人共同合作了电影协商 作为影片中的男女主角 他们在戏外也是非常默契和甜蜜 在电影宣传期间 他们多次同框 一起庆生拍照 还互相吹风扇 早就没有往日高冷男神和女神的样子 在电影的发布会上 玄冰还直言没有和孙艺珍拍摄浪漫戏是一个遗憾 而孙艺珍则和玄冰在一起的时候 有超乎玄冰想象的兴奋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互动 让网友们觉得玄冰和孙艺珍肯定有什么 传出恋情也不奇怪 现在早就过了电影宣传期 一起逛超市确实会让人联想 玄冰出道至今几乎是零负面的艺人 颜值高 演技好 风评好的他 和孔刘 江洞源 苏志谢 并称韩国娱乐圈四大公共财产 男生地位无可置疑 只是现实生活并不是偶像剧 没有主角光环和剧群设置助攻 如果真的彼此有情 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祝福和珍惜的吧 对于已经38岁的选宾来说 这把糖照不照入现实都不重要 没有恋爱还能甜到发厚 才是演技真的好呀 在原本有点无聊的春节里 爱的颇降大约是我甜从心生的几个嗨点之一了 在不够甜的时光里 磕到糖也是惊喜 二 李中硕 李中硕的出道巧合的也是在秘密花园 里面饰演的音乐人肖恩一绝 使他开始受到关注 2015年 李中硕和朴欣慧合作主演了皮诺曹 是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剧 获得了第八届韩国电视剧大赏 最优秀男演员奖 也获得了二硕的名称 2017年 李中硕和裴秀智主演了奇幻爱情剧 当你沉睡时 饰演为了阻止噩梦成为现实 而孤军奋战的检察官正在灿 也是一部火剧 李中硕出生于1989年 形象气质相较于悬宾更显得忧郁 萤幕形象比较有忧郁气质的演员 演技颜值俱佳 是新生带小心肉的代表 同时 李中硕在音乐方面也有很好成绩 2019年在首尔举行了全球巡回粉丝见面会 2014年 作为演员的李中硕 朴新慧共同出演了品诺曹 也因此互相结识为朋友 在剧里两人饰演了年纪相仿的假书之女 男主的身世秘密 家庭变故也是一大看点 两人关系微妙 却又互生好感 剧情跌宕起伏 一经播出就收视率直线上升 也因此中国电视台以及视频网站也纷纷引入这部大火的电视剧 剧迷们也是投入了许多感情 为两人的感情操起了心 制作组也趁着这部剧大火播出更多两人的花絮 想来也是为了炒作吧 但这部操作正合了粉丝的心意 炒作什么的大家也不介意了 专心的吃糖啃狗粮 就这样 在粉丝的起哄闹腾中 两人也因剧内剧外的友好关系 逐渐有朋友之情 不知何时转变为了男女之情 很快就确定了两人关系 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低调 谈起了地下恋情 可圈内相熟好友毕竟是想为他们祝福 所以也暗戳戳的为他们祝福 这些蛛丝马迹在强大的网络面前也异常显眼 粉丝对他们的低调并不在意 只是认为自己的偶像也需要空间 纷纷表示祝福和不打扰 好景不长 很快李中硕就因为和另一位女演员的合作导致了和朴欣辉的互动减少 如此一来 粉丝也开始了不停歇的猜测 为两人的关系担忧 担忧两人因为工作行程耽误了感情 因此决定友好分手 选择重新做回朋友 虽说这是韩国演艺圈惯用的伎俩 但这并不能阻挡粉丝对事实真相的探究 据知情人透露 在两人结束拍摄后 关系一直稳定发展 感情也十分稳定 但朴欣辉突然选择休息一段时间 好好享受生活 而李中硕却是工作不断 偏约不断 所以两人相聚时间减少了许多 可这并没有影响到两人感情 双方的信任很好地维持了这段感情 直到李中硕的另一部大戏的播出 粉丝中不相信两人恋情的许多观众转移目光 占了新的CP 起初朴欣辉并不在意 也深感无奈 然而李中硕的忙碌 狗仔的报道 渐渐崩塌了朴欣辉的心 李中硕也逐渐变了心思 对朴欣辉若离 对于性格坚强独立的朴欣辉 并不想让自己沉迷在不可能的感情 和不可能的世上 他决定果断地确定两人心意 心意相通就继续在一起 有了其他念头就迅速放弃 不浪费双方时间 很快 两人选择了放弃 选择各自生活 好的是两人从没正面承认过恋情 也不需要特地发出声明 证明结束关系 只是在各自的见面会上 强势表明两人只是好朋友 也只可能是好朋友的话 随后2018年 朴欣辉被狗仔跟拍 确定了恋情 公布了恋情 这样也彻底地断了粉丝们的遐想 祝福女神永远幸福 在服兵役方面 2017年8月5日 李仲硕考虑到作为主演 对已经拍摄的电视剧和电影 负有宣传责任 经过反复的深重考虑后 决定推迟参军 所以外形上李仲硕没有那种军人的硬朗气质 2020年李仲硕和郑爽合作出演的国产剧《翡翠恋人》即将在国内上映 预计将是一部大热剧 届时李仲硕在中国国内的人气也会进一步暴涨 甚至也会带动韩剧在中国的回流 当然李仲硕的前女友是朴欣慧 经过对比 我认为2020年李仲硕更能代表韩剧的潮流 是2020年的韩剧担当 只是在各自的见面会上强势表明两人只是好朋友 也只可能是好朋友的话 随后2018年 朴欣辉被狗仔跟拍 确定了恋情 公布了恋情 这样也彻底的断了粉丝们的遐想 祝福女神永远幸福 在服兵役方面 2017年8月5日 李仲硕考虑到作为主演对已经拍摄的电视剧和电影负有宣传责任 经过反复的慎重考虑后决定推迟参军 所以外形上李仲硕没有那种军人的硬朗气质 2020年 李仲硕和郑爽合作出演的国产剧《翡翠恋人》即将在国内上映 预计将是一部大热剧 届时 李仲硕在中国国内的人气也会进一步暴涨 甚至也会带动韩剧在中国的回流 当然李仲硕的前女友是朴欣慧 经过对比 我认为2020年 李仲硕更能代表韩剧的潮流 是2020年的韩剧担当 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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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真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